我们学习了如何阅读圣经叙事体 并讲解了圣经自始至终 再讲一个完整的故事 不过圣经有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 都是古代诗歌 我不知道你的阅读习惯 但我很少读过每两三页 就穿插着诗歌的故事 可是诗歌在圣经里随处可见 有些书卷全部由诗歌组成 大多数希伯来先知都写过伟大的诗歌 而神的多数发言 也都是以为 诗歌的形式出现的 此外在圣经叙事体里 故事人物经常会突然抒发一首诗篇颂歌 打断故事的进程 比如在初埃及的故事中 刚讲完摩西带领尼斯列人过红海 后面马上接了一首内容相同的美丽诗歌 为什么既要有故事也要有诗歌呢 难道一个版本不够吗 是这样 诗歌和故事各自的作用不完全相同 与其描述二者的差别 不如我们一起亲自体会一下 好 故事的一个版本是这样的 它使海变成干地 海水也分开了 以色列人下到海中走干地 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环 它的意思很清晰明白 没错 接着同样的事件用诗歌的形式来表达 你鼻孔中的气一发海水就堆聚起来 水流直里像堤坝深渊凝结于海星 哇像果冻一样颤动的水墙 神还有鼻孔 这太形象了 是的 诗歌能够通过语言艺术的体验激发你的想象力 圣经诗歌的作者们通过一系列具体的写作手法做到了这一点 这就是我们将要学习的圣经诗歌的艺术 诗句是所有诗歌基本的构成单位 一首诗歌由许多诗句组成 我对这类诗歌很熟悉 它们有固定的韵律和节奏 比如 还会押韵 但圣经里的诗歌好像不是这样 没错 圣经诗歌属于自由尸体 它们并不像某些传统诗歌那样使用韵律和节奏 它们也没有押韵 这么说圣经诗歌是无章可循的呢 不是 它们有另一套不同的规则 圣经诗歌最基本的结构是对句 就是两个精心措辞并列排序的短诗句 第一个短句做基本描述 接着第二个短句用某种方式扩展第一句 可以是通过完善这第一句的思想 或者用不同的措辞画面来加深它 再或者是通过某种形式的对比 诗篇第五十一篇的开头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 对句的第一句里作者求神展现他的怜悯和慈爱 但是具体怎样展现呢 第二句里他请求神原谅自己的过犯 所以说这组对句共同表达了一个完整的思想 是的 接下来的一组对句以洗除洁净的比喻开始 接着第二句里的关键词洗净和洁除 会让希伯来读者想到一个更加生动的画面 祭司在圣殿洁净物品 使他们能够与神同在 诗人在通过画面来加深这个概念 没错 接着第三组对句的开头 作者承认了自己内心的罪 紧接着第二句描写了罪的显露 好像罪被放在大庭广众之下 能够被自己和其他人看见 所以这组对句表达了一个概念 然后又做了分明的对比 完全正确 这么看对句的本质就是复数 但是重复出现的语言会迫使读者慢下来 回味其中的感受和含义 通过多个角度来思考每个主题 接着一组一组的对句 共同围绕着一个关键思想 好比一颗钻石有许多面 每个句子都为洞悉同一个核心事实 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因此这首诗歌是在探讨 什么是被宽恕获得第二次机会 正是这样的体验 才有能力改变一个人 它值得我们推敲和深思 不仅如此 圣经诗歌的作者们 更大量地运用反复这种写作手法 你会在许多诗歌中 找到一个重复出现的关键句 它被称为副歌 或者作者使用类似的对句 来开始和结束一首诗歌 这叫做首尾呼应 这么说来 圣经诗歌的作者们非常喜欢设计 的确 这些都是语言艺术的结晶 使人们通过反复的手法 来创造各种各样精密的模型 邀请读者将整首诗歌中 不同的部分联系起来 开启更深层的含义 真不错 古希伯来诗歌 我还真的开始找到感觉了呢 不过别忘了 诗歌不是那种读完就放下了的东西 圣经诗歌好像一口深不见底的井 如果你愿意放慢脚步 仔细揣摩 你将发觉其中源源不断的寓意 他们正在将我的思想 引到全新的方向 带我探索不一样的观点 就是这样 此外 圣经诗歌的作者们 还有另一种写作手法 可以做到这一点 这就是接下来的片子 要讲述的主题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